AIML一直是一个非常火的话题 而随着前段时间 JetGPT等一些大元模型的推出和不断迭代 AIML技术以及相关的开源项目市场 其需求量也在快速的增长 而随着这聚增的市场和需求量 一款能够满足市面上客户们对AIML项目开发技术需求的 机器学习模型开发平台和工具也变得非常的重要 JetGPT这张图为大家主要展示的 就是一套相对完善的机器学习模型的开发流程 主要包含了几个大块 数据工程 模型开发 机器学习工程 以及最后的机器学习应用开发 仅仅局限于其中一块 或是其中某几块功能的AIML项目平台 可能已经很难满足当下客户们的需求了 因此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和需求 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为我们的客户打造出一款 即数据管理 模型开发及部署 GPU资源 以及整个机器学习Lifecycle的监管的 并且可以能够在我们B-Sphere平台上私化运行的一款 AIML项目平台 同时我们也希望推出一款Model Zoo 为我们的用户提供大量多连的能够进行一键式运行部署 小优的模型 在端对端弥补数据管理 模型工作流 机器学习生命周期这些缺口的同时呢 还能够通过大量的实际用力 来帮助客户们 用户们更好和高效的去学习理解AIML技术 以及其一些知识理念 同时从而来进行一些更多有意义的模型的开发 和机械准备service define 同时为了适用AIML项目开发所需要的大数据量和打模型量 我们这款项目也计划以云原生开源的项目来推出 鉴于以上这些愿景 我们手中项目首先推出的就是VSphere Machine Learning Extension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今天我主要会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QPro和VSphere项目 这是一款开源的企业级的MOS平台 QPro呢是当前最流行的免费企业开源的MOS平台之一 它的核心功能就是可以让用户通过使用MOS平台 来设计管理在Kubernetes上运行的复杂的工作流程 它结合融入了很多主流的积极学习开源软件 比如TensorBoard啦Jupyter Flow啦等等等等 它的功能覆盖面也非常广 比如可以监管实验运行情况 以及进行可视化的TensorBoard 进行超三条优的Katib 以及它最核心的功能MOS平台之一 我们公司呢目前已经推出了一款 可以让Kubeflow能够在VSphere with Tanzu环境中 丝滑安装并运行的开源项目 兼容了Karvel Packaging以及Unified TKG 我们对Kubeflow上面的核心功能 进行了打包整合和验证 同时还针对一些对硬件或软件 有需求依赖的功能组件 进行了调整和改善 让它们都可以丝滑地在我们的VSphere with Tanzu环境中运行 同时我们还融入结合了更多功能性的组件 比如LDAP认证 模型Registry 特征存储等等 同时我们还开发调试了多种 结合了Kubeflow重要功能组件的大模型用力 我们并针对以上推出了一款相对完善的企业机文 Kubeflow onVSphere的安装 调配 认证 再到重要核心功能的组件的使用 以及再到最后我们自己开发整合验证的use case的tutorial 接下来这张图为大家就是比较high level的展示了一下 我们Kubeflow onVSphere的整体架构 它的底层infrastructure会涉及到VSphere Kubernetes Eastryl和DeX 同时可以让用户是可以使用NVIDIA Intel AMD等的GPU资源 存储这里呢 我们计划是使用MLflow或是GitLab来进行模型的存储 MinIO来进行数据的存储 Google家的MLMD Library来进行metadata的存储 然后UI上我们将要体现的功能将包括 但不限于Kubeflow基础的管理面板 Jupyter Notebook 以及它的核心功能就是Pepeline 还有就是会涉及到普罗米秀斯以及TensorBoard 来进行GPU等硬件资源的管理 以及模型实验的数据可视化 再包括甚至整个的机器学习Lifecycle的监管 我们这整个的VSphere Machine Learning Extension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多的去打包验证整合多元的功能性组件 以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模型开发的体验 同时还希望可以满足有不同技术背景的客户 比如说对于从事Data Engineering类别的客户 我们就会整合Spark这类功能组件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在Cubeflow OnVSphere环境中去进行数据处理等功能 而对于从事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ing类别的客户呢 我们则融入了FIST这一功能组件来进行特征存储 PanzerFlow啦PyTorch这类功能组件来进行模型训练 甚至是分布数模型训练 再到进行Application Engineering类别的客户 我们会融入KSERP TORCH SERP等等 还去进行模型的这个Model Serving这些功能 同时我们还希望计划也是正在进行中的 是和当下最非常火的这个Ray来进行一个融合 从而来进行对整个机械学习模型开发Lifecycle的一个监管和追踪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CubeflowOnVSphere的这样的一个安装 我们给用户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安装流程 主要用到的工具就是Carvel Carvel是一套帮助用户在Kubernetes上进行Application研发搭建 配置以及部署的开源工具 我们会在安装过程中用到它的一个Nativ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也就是K Control 安装只需要三步 第一步Add Package Repository 这里面我们会将打包好的Cubeflow Carvel Package 存在一个Public Repo中 以供用户随时自由地铺下来去使用 打包好的Cubeflow Carvel Package中将会涵盖所有 要将Kubeflow安装到VSphere Kubernetes Cluster环境中所需要的 Configuration Metadata以及OCI镜像 我们会把所有的Padding工作都做好 也就是说用户不需要做任何其余的额外更改 就可以在VSphere with Tenzo环境中丝滑安装并运行Kubeflow及其功能组件了 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多个版本 以便用户随时根据自己的Use Case来进行调整 第二步创建Config文件 这个Config文件将会在第三步安装过程中使用到 我们为用户准备好的Config文件已经可以满足基本的Cubeflow使用了 第三步安装 这里用户如果想要更改版本 只需要简单粗暴地更改一下这里的版本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的安装是支持最新的Cubeflow 1.7.0 同时我们还支持了LDAP真正登录的结合 比如我们组线内部正在使用用来工作的Cubeflow 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我们VMware自己公司的帐秘来进行登录的 同时Admin管理员还可以进行全线设置 只允许部分员工进行登录来确保更好的安全性 接下来我之前录制了一个demo视频 主要会为大家展示一些Cubeflow on vSphere 有一些是基于本身Vanilla Cubeflow 又有一些是我们后期融入到新的在Cubeflow on vSphere上运行的一些功能组件 来进行一个demo展示 先为大家展示的是Cubeflow Pipeline功能 这也是Cubeflow最核心的功能 让用户可以快捷高效的搭建部署测试机器学习模型 每一个Pipeline都代表了一个机器学习Workflow 而Pipeline中的每一步也就是每一个Component 都代表了这个ML Workflow中的一个步骤 比如数据下载 数据预处理 超三条U 模型训练 模型评估等 我们用到的是Cubeflow Pipeline本身的SDK 简称KFP 本段视频将用我们为用户准备的一个端对端Use Case 一个基于Object Detection模型设计的工人安全帽识别这一Workflow 所生成的Pipeline进行展示 关于这一模型Pipeline生成的讲解和代码 我们也涵盖在了文档中 但时间原因 视频中将不做细节展示 在Cubeflow UI左侧工具栏 选择Pipeline 点击上传Pipeline 这里录入Pipeline的信息 我们将通过上传Pipeline的YAML文件来完成Pipeline的上传 这一YAML文件中包含了Pipeline的全部信息 包括所有步骤 以及每一步骤的定义和细节 这个YAML文件是可以通过Cubeflow Pipeline的SDK 也就是KFP来生成的 而如何使用KFP来生成某一模型的Pipeline 我们在文档中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点击Create 之后用户就可以看到这个Pipeline的步骤 以及每一步的Summer信息了 对于安全帽识别这一用力的Pipeline 我们涵盖了以下几步 创建数据存储的Volume 下载数据 处理数据 模型训练 以及Model Transformation 创建好Pipeline后 我们就可以新建Experiment 新建Run来进行Pipeline的运行 输入Pipeline所需的参数信息 点击Start 左侧工具栏Rans里 我们可以看到Pipeline的运行情况 绿色标志表示当前步骤顺利完成 蓝色步骤表示当前步骤人的运行中 点击每一步的卡片 右侧蚕窗里可以看到这一步的详细运行信息 比如Input Output Logs等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些具体功能组件的demo展示 首先为大家展示的是模型训练功能 也是刚才Pipeline中涉及到的一个功能组件 我们的文档为用户提供了使用PyTorch 或者TensorFlow来进行分布式模型训练的讲解 本段demo中将具体展示TensorFlow 也就是TFJob 首先在一段分布式模型训练的概念讲解后 就是细致的Step-by-Step Tutorial 我们的Tutorial包含了可以供用户直接复制粘贴使用的代码 或是Terminal命令行 以及对每段代码的详细解释 同时还在用户可以或需要进行Customize的地方进行雕筑 以方便用户随时根据自己的Use Case进行代码调整 首先验证必要的Operator是否在Kubernetes上正常运行 比如最重要的TFJob 验证完毕后就可以进行TFTrainingJob的创建 我们的文档里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现成的YAML文件 来创建一个TFTrainingJob完成一项比较基础的分布式模型训练 Aminist手写数字的识别 本段demo中展示的TrainingJob的创建 会创建两个WorkerPod 使用CPU进行模型训练 同时我们也提供了如何使用分配GPU资源来进行较大模型的分布式训练的YAML和讲解 创建完TFJob后 我们就可以对开始的训练工作进行Monitor了 接下来展示的是模型开发中非常重要的Model Serving功能 为了更好的和Cubeflow结合我们文档中推荐大家使用的功能组件是K-Serve 本段demo将和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一个端对端use case 工人安全帽识别进行结合 这一用力的详细讲解和使用方法也涵盖在了我们的文档内 首先连接到一个Notebook Server上 对于安全帽识别这一模型的Model Serving 我们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现成的详尽完整的Notebook 用户可以直接下载使用来进行一个Quick Start Notebook内 首先对Model Serving的概念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 然后就是Step-by-Step Tutorial 包含了可以直接运行的代码 以及每段代码的详细解释和注解 完成Model Serving就可以进行测试了 首先决定好Host和Session 然后就可以对我们Serve好的模型进行调用推理 这里我们为用户准备好了一段现成的调用代码 和一张Input图片 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Use Case进行Customize更改 输出中包含的就是Input图片里识别检测到的安全帽信息 如XY位置等 除去这种PureTax的输出 我们还为用户准备了可以将输出结果可视化的代码 这里用户可以看到在输入图片中 我们将识别到的安全帽框了出来 并在旁边标注了数据信息 这样用户就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认知这个模型了 同时用户也可以在Cubeflow UI中看到我们Serve好的模型 主页左侧点击Models 选中我们Serve好的模型 这里用户可以看到这一模型的详细信息 包括Logs以及Yama文件等 最后为大家展示的是模型开发中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特征存储 特征存储我们用到的功能组件是Fist 文档中首先讲解了相关概念 如Fist 特征存储 Tutorial中用力的Workflow等 然后就是细致的Step-by-Step Tutorial 首先将数据上传到用来存储数据的MinIO Bucket中 这里最第一次使用MinIO的用户 我们也提供了详细的ConfigureMinIO的步骤 用户只需要Follow我们的文档 Step-by-Step理解并安装即可 然后是Fist及其依赖包的安装 事后是数据挖掘 文档中我们为用户准备的 是司机驾车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数据 如行驶的里程数 完成的旅程数量等 接下来是特征存储Report的Setup 以及特征的注册 完成特征注册后 用户就可以用我们准备好的特征 来进行模型训练和模型预测了 文档中我们的用力是预测Performance最优的司机 首先为大家 除去刚才那些demo以外 我们的文档以及我们之前为大家准备好的 还有很多实际模型的用力 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实际上的用力 来帮助用户更加高效有效地理解 我们Qflow和Visper的一些功能 以及AML上面一些概念的使用 这些用力里面 首先包括了一些端对端的模型用力 这些端对端用力都会包含重要核心的 机器学习概念以及功能的使用 比如模型部署啦 调优啦 超酸调优啦等等 刚才在视频中反复提到的 基于Object Detection模型 开发的工人安全帽识别workflow 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其次我们还有教用户 如何使用TorchServe和Kserve 来进行大模型 来在我们的Qflow和Vsphere环境中 进行大模型Model Survey的用力 其中就包含了当下非常火的LLM 大语言模型 比如Lama啦 Bloom啦等等 然后最后我们还新处理出了 如何使用Salesforce他们家的CodeGene 来在我们的Kubflow和Vsphere Notebook环境中进行 Programming Synthesis的一个用力 刚才所有提到的用力 我们都包含了细致的讲解 以及可以用户直接Clone下来 直接在我们的环境中 进行使用的GitHub repo 然后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这款文档中 会包含整个的安装啦 介绍啦 以及重要的功能组件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打包验证整合过的了 然后同时除去在Vsphere环境中运行 我们公司现在 我们组线也正在努力尝试的是 能不能够把我们打包好的 这些可能包含了一些 我们新整合进的功能软件 在其他的环境中运行 比如像阿里云啦或是罗基拉等等 我们也是希望除了可以更好的服务 我们Vsphere的用户 也能够就是把它作为一款 比较general的一个MioOps平台 给大家推广出去 然后感兴趣的用户也欢迎线下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比如说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文档链接等等等等 好 我的部分是这样 接下来请我的同事来为大家 进行下一方面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Winware的许敬亨 现在由我来带来Project Pitch的GPU高级管理功能 这个是目录 首先第一部分我要向大家介绍的 就是数据科学家在使用GPU负载时候会遇到的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呢 我主要把它总结为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数据科学家他信息受限 那么信息受限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数据科学家他在比方说 使用Coreflow onVsphere的时候 他有很多关于GPU的信息 他是很难去查询到的 由于他的自己的专业知识 或者是一些权限上的问题 比方说Coronetis上GPU节点上的挂载的GPU的种类 数量以及他所使用的具体的虚拟化技术 第二部分呢 比方说是当前的GPU的驱动 以及Kuda的安装状态 以及相关版本信息 第三个呢 是集讯中的GPU整体使用情况 比方说呢 整个这个一个集讯中 它的GPU总量是多少 又有多少GPU它是处于空闲状态可以被使用的 然后呢 还包括一些更细利度的 比方说是一个集讯中其他的用户 他对于GPU的使用情况 包括各个项目对于GPU的使用情况 以及不同的用户和项目 他们的一些优先级的设置 再进一步呢 可能会有一些更专业的关于GPU的信息 包括GPU的利用率 内存占用的情况 时钟频率等等 这些都是数据科学家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 但是他们很难去查询到 那么就导致了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角色分工不清 数据科学家呢 他常常需要依赖于 或者是他需要亲自去扮演一个运媒工程师 或者是集讯管理员 他才能去拿到这些信息 这就导致数据科学家 他在除了机器学习知识方面之外 他还需要了解K8S相关的这些知识 这对于数据科学家是非常难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背景 这就是讲了在以Wilmer的这个VSphere上 安装配置一个GPU所需要的步骤 他所需要的是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是集讯管理员 那么他如果需要在Wilmer平台上启用GPU呢 他首先需要去在Wilmer上去起来一个cluster 然后在他的物理机上安装相关的这些软件 包括一些设置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第五点 就是绿色部分 它需要集讯管理员需要提前定义一个VM class 那么这个VM class 它就是一个虚拟机的硬件配置的这么一个配置 那么我们知道在Wilmer的这个Kubernetes 它的每一个节点对应于 其实是一个虚拟机 所以说呢 集讯管理员就需要提前去定义 它这个Kubernetes集群里虚拟机的配置 包括CPU是多少 然后内存是多少 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虚拟机上挂载了 什么样的GPU资源 这个是需要通过这个VM class去定义的 然后呢 运维工程师呢 他在集群管理员的这个基础上呢 他会去使用这个VM class 去创建一个对应的 我们叫TKG cluster 也就是Tanzu Kubernetes Grid cluster 这样一个KBIS cluster 然后呢 创建Cluster之后呢 他会去在上面安装NVIDIA的GPU operator 这个operator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安装GPU的驱动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提到这个VM class 那么集群管理员就需要提前去指定 CPU的数量 然后memory是多少G的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右边这个图 他需要选择GPU具体的型号 GPU所需要的这个 所使用的这个虚拟化技术 也就是这个GPU sharing这块 然后GPU memory就是你通过这个虚拟化技术 你可以把这个GPU切分成更小的块 你可以去定义你需要使用的 到底是多少的这个显存 以及它的GPU的数量 那刚才提到了GPU虚拟化技术 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 在VSphere上呢 我们主要支持的两种GPU虚拟化技术 是VGPU和MIG 也就是Multi-Instance GPU 这两种GPU呢 它们主要就是用来服务于 一方面是那种 experimental 类型的这种任务 比方说数据科学家 他使用一个Notebook 如果需要在上面做一些实验 他可能并不需要一个完整的GPU的 这些算力和显存 另一方面呢 就是像一些Inference的这种服务 它也并不需要占用完整的一个GPU 那么就可以用这种GPU虚拟化技术 去把一个GPU进行切分 然后去把一部分GPU 去分配给这些比较小的任务 然后具体到VGPU和MIG的这个区别呢 右边有一个表格 那么它们对于这个显存 都是静态划分的 而对于GPU的算力呢 VGPU是采用了十分复用的方法 而MIG也是把算力进行了静态的切分 这样MIG呢 它就可以保证更好的这种隔离 这里就是我从Wimmer的一些Blog上 摘取了一些关于VGPU和MIG的性能对比 然后左上角这个表格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提到这个几个VM 几个VM的意思就是说 总共有几个VM在使用某一种虚拟化技术 去共享同一个物理GPU 然后呢 左上角这个表格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使用Data Transfer 也就是这个任务中涉及到比较多的这种数据拷贝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使用VGPU进行GPU的一个分享的时候 这个性能会更高一些 然后左下角这个框图也是类似的 它是这个纵坐标是这个吞吐量 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使用的是VGPU的时候 这个吞吐量随着VM的增加会更高 然后在博客里的解释是说 这个VGPU呢它的这个memory bandwidth 是共享是几个VM之间共享的 而MIG也是静态切分的 这就导致VGPU在遇到这种数据拷贝的时候 它的性能会更高一些 右边两个图呢 就是右上角呢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同时使用一个GPU的虚拟机数量增多 这个MIG在这个做training一个任务的时候 它的性能也会更高 这个是纵坐标越低越好 然后右下角这个图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具体任务 它是比较轻量级的任务的时候 这个MIG它的性能会更好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MIG它把GPU都是全部 算力和内存全部静态切分 那么它可能就更适合于同时执行一些轻量级的任务 然后刚才介绍了这么多不同GPU虚拟化技术的这种优缺点 我并不是想给大家安利某一种GPU虚拟化技术 我想说的是 就是不同的任务 它们所需要的GPU虚拟化技术是不同的 而刚才提到VM class 那么这个集群管理员 它是需要提前去创建好一个VM class 那么它就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集群管理员它如何才能提前预测到 接下来数据科学家要使用的GPU呢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任务 所需要的GPU虚拟化技术是不同的 而GPU内存的使用量呢 随着数据科学家它调试网络 调试这些不同的参数 它也会不断再发生变化 而如果到了这些Inference阶段呢 GPU的时间占用率又会更低 可能会更需要一些这种切分之后的小GPU的这种节点 而如果是到了Training的阶段呢 又需要更多的这种GPU 去做可能超餐的调优这种事情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挑战 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GPU GPU能在集群间进行调度 按需地去创建销毁 根据数据科学家当时的使用量 我们去增加GPU 减少GPU 而不需要用那个 集群管理员去提前预测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第二个背景呢 就是刚才最开始提到了 这个运营公司 它需要在集群中安装 NVIDIA GPU Operator 才能接下来的工作负载使用这个GPU 那么GPU Operator呢 它包含了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GPU Fisher Discovery 那么这个组件呢 它会给GPU的 它会给这个KBIS的节点上标注的GPU相关的信息 比方说GPU的数量 GPU的种类内存等等这些节点信息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NVIDIA AI Enterprise Gas Driver 这个东西就是给新增的这个KBIS节点装驱动的 GPU驱动 KBIS device plugin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使用 我们在使用这个KBIS创建一个GPU工作负载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在那个YAM文件里指定resource 然后limit 那个要使用GPU NVIDIA.com GPU数量是1或者2这种 这个东西就是通过Kubernetes device plugin来实现的 然后NVIDIA Container Toolkit 这个是有了这个才能让这个container能够使用GPU 最后的就是dcgmmonitorate 这个东西就是NVIDIA推出的 对于GPU各项具体的这种数据进行监控的这么一个组件 那刚才提到这个fisher discovery label 这个就是某一个KBIS节点上 我们如果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spec 就可以发现它那个metadata labels上被这个GPUfisher discovery上打了各种各样的label 那么这个label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复杂 它也很多那么数据科学家如果去看这个东西 他可能会看不懂 而且他不一定有权限去看这个东西 然后刚才的dcgm那个组件 它里面我们可以读取到更多的这种信息 然后这个表格做了一些解释 但是即便做了解释 我们还是觉得它特别的专业 我们可能会看不懂 那么数据科学家呢 他可能就更不清楚这每一个指标是什么意思 然后刚才提到那个dcgm 它熟悉的朋友可能能看出来 它是给那个普罗米修斯来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接到普罗米修斯上 然后再接上graph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监控的这么一个图之类的 但是它还是有问题 它的指标数量太多了 数语也太专业了 对于数据科学家是太复杂了 而且由于有这么多的指标 那么其实是很难直观去判断 这个系统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到底是现在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很难说 那么这个软件也有一定的使用门槛 可能这个集群管理员或者运营工程师会更熟悉 那么对于数据科学家呢 他其实更关心的就是他自己想 当前想要使用的这个GPU 他能不能使用上 好 这是第二个挑战 然后第三个挑战呢 就是最一开始提到这个 在集群中GPU监控上 能不能有一些更细利度的这种调度 优先级的设置 不同的用户 不同的项目 他们使用GPU情况怎么样的 以及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设置 接下来呢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Coreflow Onvisphere 我们对于GPU管理功能做了一些定制 我们结合了一个这个Kubernetes SIG的开源项目 叫Cluster Autoskeller这么一个项目 我们将它集成了进来 然后帮助我们去动态管理GPU节点 那么这个Cluster Autoskeller呢 它的这个工作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右下角的这个框图 也就是当一个集群中的一些Pod 它处于一个prending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Cluster Autoskeller 它就会扫一遍这些Pod 它发现这个pending 它就会去request 它会去申请新加入一些这个KBIS的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里当然是有可能包括GPU的 然后有这个新节点之后呢 这个pending状态的Pod 就可以被安排到这个新的节点上 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它当然支持添加这个新的节点 它也支持删除空闲的节点 就是它主要的两个功能 那么如果要启用它呢 集群管理员就可以对每一种提前定义 好多种这种KBIS节点的种类 然后对每一种节点去配置它最大的数量 和最小的数量是多少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class Autoskeller 它也是对GPU有一些支持和优化的 那么通过这个项目的结合呢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demo 然后大家展示一下 本demo展示了基于Coverflow的GPU高级管理功能 为提升数据科学家使用Coverflow创建GPU工作负载的用户体验 新增了按需动态分配GPU的功能 并在Coverflow界面中直观地显示GPU的使用信息统计 首先先介绍数据科学家使用原生Coverflow会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 无法方便获取集群中已有的GPU种类和数量 以及哪些GPU处于空闲状态可以被使用 数据科学家不得不扮演运维工程师的角色 使用命令行登陆到集群中获取集群节点信息 寻找nvidia.com-gpu.product这个标签 才能知道集群中有一个4G显存的虚拟GPU和两个8G显存的虚拟GPU 若要知道三个GPU中哪几个处于空闲状态 数据科学家需要对GPU Operator中的nvidia.com-dcgm-exporter 执行端口转发 对集群中的所有GPU进行逐一查询 第一种情况显示Pod等于空 意思是4G显存的GPU处于空闲状态 在后面两种情况Pod分别等于notebook8c-01和notebook8c-02 说明这两个8G的GPU都被notebookPod所占用无法被使用 第二个问题是 若要在创建notebook时指定GPU卡型号 比如集群中的4G显存或8G显存的nvidia-a2GPU 数据科学家需要手动修改Coverflow配置 首先在ConfigMap中找到JopterWebAppConfig 对AffinityConfig进行编辑 加入NodeAffinity的配置 从而使创建的notebook能够匹配nvidia.com-gpu.product这个标签 第三个问题是没有按需动态分配GPU的功能 当集群中的GPU无法满足要求时 数据科学家不得不请求集群管理员手动添加GPU 总结一下 在使用原生Coverflow时会遇到无法方便获取GPU状态 无法自动配置使用GPU的种类 无法按需动态分配GPU的三个问题 数据科学家严重依赖于运维工程师或集群管理员的帮助 影响用户体验 我们所定制的Coverflow增强了GPU管理功能 在界面中显示了详细直观的GPU使用信息 并集成了Kubernetes Cluster Autoskeller 来提供按需动态分配GPU的功能 Kubernetes Cluster Autoskeller 是由Kubernetes SIG维护的开源集群弹性伸缩项目 这个表格中动态展示了集群中GPU的相关信息 一目了然 当前有一个4G显存的NVIDIA A2 GPU 并且处于空闲状态可以被使用 有两个8G显存的NVIDIA A2 GPU 都被其他工作负载所占据 当前不可使用 由于目前只有4G显存的GPU处于空闲状态 让我们来创建一个使用4G显存GPU的Notebook 进入到刚刚创建的Notebook中输入命令NVIDIA-SMI 我们可以看到Notebook中包含了4G显存的GPU可以被使用 回到刚刚的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4G显存GPU的可用数量由1减少为0 下面介绍按需动态分配GPU的功能 让我们首先启用Auto Stealer 回到用户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Auto Stealer相关的信息 Auto Stealer GPU Target代表Auto Stealer调整GPU数量的目标 如果此数值大于Capacity 意味着正在增加GPU 如果小于 意味着正在减少GPU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数值等于Capacity 意味着GPU数量保持不变 Auto Stealer没有执行增加或减少GPU的操作 Auto Stealer GPU Range代表Auto Stealer 对于每一种GPU可以调整的最大和最小数量 这个数量是由集群管理员部署Auto Stealer时配置的 首先演示动态增加GPU 数据科学家在表格中看到8G显存的GPU都处于被占用状态 但他希望Auto Stealer按需添加一个带有8G显存的GPU 可以看到8G显存GPU的Auto Stealer GPU Target由2增加为3 代表正在增加GPU 此时数据科学家需要等待10至20分钟才能使用新添加的GPU 15分钟后 新的GPU已经准备就绪 GPU Operator也已经将显卡驱动安装完毕 我们可以看到表格中Auto Stealer状态也已经改变 8G显存GPU的Capacity数量由2增加为3 刚才创建的Notebook 8C Stealing Up也已经被调度到新的GPU节点上 下面演示动态删除GPU 我们删除掉刚刚创建的Notebook 当Auto Stealer检测到GPU节点的资源利用率较低时 该节点会被删除 可以看到表格中8G显存GPU的Auto Stealer GPU Target由3降低为2 Capacity数量也由3降低为2 总结一下 增强的Coverflow GPU高级管理功能十分人性化 对于没有Kubernetes知识的数据科学家 也可以轻松获取集训中已有GPU的信息 和潜在的可以被Auto Stealer动态分配的GPU信息 数据科学家可以在没有运媒工程师或集训管理员的帮助下 在用户界面就完成所有的任务 好 弹幕完毕 这个是Rodeman 它其实就对应于刚才我提到的数据科学家 在使用GPU时候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是只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以后会慢慢地全部实现 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对这块不算特别了解 我想咨询一下 第一个是你们Coverflow这个是开源的吗 这个平台 对 我们这个是开源的 在那个比如说我们本身那个安装这块 网上已经有个开源的项目了 就是 但其实主要因为它是Carvel 我不知道您对Carvel了解多少 本身我们是用Carvel包起来的话 它是存在我们公司一个public repo里了 代码主要可能是压没文件之类的比较多 就如果您比如说您公司有一些自己额外需要配置的东西 所以肯定是需要铺起来我们原文件 完了可能再进行更改 但如果正常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我们包好的包也可以 但是也是开源的项目 对 您说你们这个服务的包管理器 是用Caml那个东西管的是吗 我们是用Carvel这个工具包去进行Qplo整个的打包的 就是把我们整个融合打包的 那我可以用开源的helm或者是yaml直接去apply吗 直接去boot吗 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尝试过 但是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们之前也想过的是 目前我们这个开源涉及到的是 在VSphere环境中进行部署 但是比如说我们之前 也有在和Ali什么的也聊过的时候 确实也聊到他们也很希望 我们整合起来的这个有新功能的qplo 像我同事刚才介绍的 有这个比较不错的GPU可视化资源管理的这些 如果能够在别的公司的环境里去部署 肯定就比较general会更好一点 这个我觉得像helm是比较常用实际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后期可以去研究整合的 对 好 谢谢老师 第二个是 我看里面有涉及到那个GPU Operator那一块 那个是恩伟达开源的是吗 那个恩伟达提供出来也是开源的吧 那个GPU Operator 做GPU指标采集虚拟化那一部分的工具 嗯 它那个东西你在网上能找到一些代码 然后但是要部署那个东西好像是需要license 哦 是不是免费的是吧 呃 对 哦 好的好的 那您这个平台说是开源的 那这个到时候部署的时候像刚才那一块 是提供免费的去测呢 还是需要自己去付费啊 对 这方面现在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努力 就是把这个我们现在做这一整套东西里 呃 就是如果拿到外面开源之后 不能用的一些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去剥离开 或者是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去替代 呃 关于这个GPU这块的话 现在就可能 因为这个涉及到跟NVIDIA那块 我们不可能帮NVIDIA去开源 对吧 所以 呃 可能是如果要 启用GPU的环境 还是需要 就是对方能够自己去想办法安装这一套东西 哦 其实我的核心点就是说 呃 就对刚刚那个GPU Operator那一套比较感兴趣 就是可能我不需要比如说 那个因为那个更通用性嘛 我直接接Promios 接Gapana我直接就可以用的 就可能和你平台可以接我开 就想问一下那块是不是可以 我直接拿出来直接布 直接用 对 关于GPU的我稍微补充一小点啊 就是其实不管不仅是这个 像我们提供的一些大模型 刚才提到的用力 其实就是您要是说拿CPU生跑它也能跑 但肯定它如果拿GPU资源去跑的话 肯定管理的会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引入了管理 但就是GPU资源管理这块 我们可能不会计划说我们给大家提供GPU资源管理 就是大家各自的GPU资源去管理 那么我觉得除了NVIDIA 可能如果大家有别的GPU资源管理 可能就像我同事说我们不仅节友开 可能这里我们也会提供一个开口吧 就是让大家可能自己去接入这个地方的管理这些等等 对 好的 还有最后那个功能我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GPU节点级别的一个扩缩容能力是吧 对 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